结果这个档案直接帮我寄出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把刚刚的那个 游记用奥陆的游记放在这边 那这边注意 Create object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前面好像有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跟没有印象 在那个 资料库 有没有ADO那个部分 有没有那个 有一个叫Create ADO的那个 他的那个物件的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本来以Sale VBA不能够去直接存取 SS资料库 但是为什么并可以 因为我有点像外挂 把ADO 外挂到VBA里面来 他就具备有存取资料库 同样道理 如果你以后要寄信 你也可以把outlook外挂进来 同理 如果以后你要outlook Word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要不要外挂那个PowerPoint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也就是如果 如果甚至说 你们将来像那个 有外部的机器啊 他外部机器的控制 他也有些也会已经写好了相关的物件 那他那个 厂商都会写好那个物件给 给你们 然后如果你有这种 那他你就直接 懂了呼叫他 他会给sample code 呼叫你也可以去从那个仪器里面 取得相关数据 做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面的话就是 新增一个邮件 变成一个outlook mail 然后这边底下都一样 不过呢 我们会需要什么 在那个to这个地方 我是指向 就是那个什么 假班里面的 you 不过你们 因为这里面现在目前 大概没有啦 也许你可以放在ou啦 放在哪里 反正这边的话就是 一排的那个 email信箱 假设是ou好了 那这个地方位置请各位自己再去增加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去再找一下那个email 反正就是一个地方有email 那 你去抓到这个email 假如说我是放这个 放 我的email信箱 假设这样 那我要寄给 我自己的话 那我是放在这里 ok 那ou 1 我得干脆放在这边 放在ou2 那这边的话就有email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去抓这个ou2 那将来的话你程式就是直接 这个地方就是ou2 ok 那就是抓到寄给我自己 然后呢 里面的subject这个是什么东西 也许是 那将来这个路径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路径 我用一个参数 然后 它是一个 s stream 后面的话 你就细心一点 s stream 它是一个 字串 然后你就把这个 参数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再把它盖过 那 add 所以你将来呼叫它的话 必须传一个路径给它 那我们就是 call 就是在这边下面 再多一行 call 然后路径的话 刮壶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一串 所以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丢到这边来 这样子 OK 其他都一样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 这个档案的路径 因为你已经存好 然后呢 再丢过来 它就会抓到 就会email我 给我自己 就会收到这一封信了 不过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这边的outlook 里面还没设定好 所以你们等一下run的话 应该会失败 那怎么办呢 我不确定 因为你们自己 电脑里面 如果有的话 回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每个人都 都有设定 所以我大概 应该run是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可能如果你们有需要用到的话 你再去测试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回报一下 我想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 同学 他好像在 不知道哪一个半导体厂的 那个 那个 他里面有用过 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我们这个地方 不过 最后当然你看到这个地方 重复的 你就会很 很手痒 会想知道吗 把它怎么样 感觉好像这些都一样 那怎么办呢 如果都一样 你倒部会怎么样 给它 加一个 那个 什么呢 变数 以后的话 怎么样 如果都一样 导部就把它 移到这边 然后以后的话 用什么 用paste来代替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paste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这边的话以后的话 就通通就是叫paste OK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以后这个paste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就会存取这个 存取这个 这样底下全部改完 感觉就更清爽了 OK 其他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主要就是 利用这个范图 了解那个 shits的 像一些其他的成员 它包含木屋 包含就是说后续 可以让他做一些排序动作 并且把它邮寄 邮寄里面的话呢 又用到一个叫 Active Workbook 另外的话 还有利用那个 create object 去把outlook的 这个application 挂进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下个礼拜的话呢 后面我们还有 比如说 关于那个工作表里面的 其他的成员 或许 也还会用到那个 workbook的其他成员 所以 我建议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把那个说明档里面叫出来 贴上那个物件名称 去了解他的 物件 那个成员 然后 坊间也有一些书籍 我觉得也是个参考的 像一些奇标 那个 编的那个 VBA词典 我觉得编的也还不错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把它拿来看看 那或许 你会发现 慢慢你 写的程式越多 你或许将来 这个 看懂的东西 当然也就越多了 那再来的话 也许Google 网络上Google一下 相关的东西 也可以 了解一下 那再来就是去 一定要花时间实作 这些东西的话 通通都在云端上可以看到 那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所以 如果有问题 欢迎各位 可以在上面直接 发问题 或者在那个 YouTube 甚至你在我的那个 什么 现在还有什么 Google Plus 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找到 跟我联系的一种 方式 然后 有问题的话 再把问题 给提出来 这样的话我想 学习上面就更全面 那这样的话 你在工作上面的 自动化 我想 也会更得心 你手 慢慢的话 可以培养你这个 它能把你这个 VBA的部分 培养成一个 专场 一个技能 目前因为大数据 这个 议题 非常的夯 这个非常的夯 所以其实也非常需要 大数据的 应用的相关人产 那你要大 大数据处理 最简便的方式 我想 应该 VBA 我想应该是一个 目前最好的选项 所以如果你要处理一些 大数 大量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不确定 格式的数据的话 可以把这个部分 这个应用上去 OK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